每年到春天的时候 台湾中南部地区经常出现缺水的状况 即使各大溪流几乎都有水库调节用水 但是如果雨没有下在集水区内 有了水库却还是没办法解决缺水的问题 既然这样的话 从隔壁水量比较多的溪流取水过来到水库里是有可能的吗? 台湾的淋雨量约2500毫米 是全世界平均值的2.5倍以上 但是却大量集中在5到10月的雨季 再加上陡峭的地势不容易储存水分 使得台湾曾经被联合国评比为全世界第18缺水的地区 水利设施因此成为非常重要的基础建设 早从17世纪 汉人大量进入台湾开始 因为农业灌溉上需要稳定的水源 就已经开始挖掘水井 取用地下水 或者是新建水井 将水源从河川引到农田旁边 过去历史课本提到的刘公井 八宝井 曹公井 都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而出现的 又或者是在难以取水的地方 改造皮塘来储存雨水 桃源台地的先民们 就是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 创造出千塘之乡的美名 而这也可以说是水库的出行 至于台湾第一个现代化水库 却不是出现在干净雨季分明的中南部地区 反而是在降雨日速名列前茅的基隆 在加武战争之后 日本军队接收台湾时 除了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之外 还经常因为不良的卫生条件而染上传染病 改善水质成了推动现代化建设相当重要的基础 由于当时往来日本跟台湾的船只 主要拼搏在淡水跟基隆载客 同时补充航行时需要的水源 所以总督府也优先推动淡水跟基隆 两个城镇的自来水系统 其中淡水的自来水场 设置在双峻头水源地 也就是淡水水源街的陆名由来 而在基隆的部分 则是在暖暖设置净水场 从1902年开始提供自来水到基隆 不过随着基隆港扩建 再加上基隆的人口快速增长 原本的净水场取水量 面临供给不足的问题 所以在1923年 总督府决定在净水场的上游 行建水库来稳定供水 也就是稀释水库 直到今天都还在使用中 不过这些在北部的水利设施 根本没办法解决中南部干净缺水的问题 特别是嘉南平原的旱田 占了总耕地的三分之二 比例远比其他地区还要来得高 使得农业生产效益低落 于是八田与一提出关垫溪批准计划 在1920年正式动工 后来成为我们熟知的嘉南大尊 主要的取水来源是曾文溪的支流关田溪 旧名为计划名称的关垫溪 并且盖了一座乌山头水库来储存用水 提供稳定的水源 只是乌山头水库的集水区 只有58平方公里而已 正面积跟嘉义市的大小差不多 要提供一年当中 有半年几乎没什么下雨的嘉南平原地区 稳定的灌溉用水 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乌山头水库的主要水源来源 其实是翻越分水岭的曾文溪主流 挖掘三公里长的隧道 连接到南溪市区北侧的曾文溪河窗旁 就可以把整个乌山头水库的集水区 扩大到曾文溪的上游 甚至包含到了阿里山 针对这种水库所在地的溪流 跟实际集水区溪流不同的形式 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离草水库 最明显的优点就是因为 利用专用的管线来取得溪流的水 可以有效减少河川流动时夹带的泥沙 甚至在溪流过度混浊的时候 直接停止取水 比较方便控管水质问题 而在乌山头水库工程进行的同时 中部还有另外一座更加浩大的水库正在施作中 不过不一样的地方是 这座水库原本就已经是台湾最大的湖泊 也就是日月潭 当时工程的最大目的是用来进行水力发电 提供工商业逐渐蓬勃发展的台湾社会稳定的电力来源 现在的极极线铁路正是因此而铺设 还另外盖了全台湾最早的电气化铁路 先前的影片曾经分享过 至于日月潭本身 原本的湖面大小只有5.75平方公里 只比新北市的永和区略大一点点而已 蓄水量落在1830万立方公尺 在兴建30公尺高的水射坝 跟10公尺高的投射坝之后 日月潭的水位上升18公尺 面积虽然只有扩大到7.73平方公里而已 但是蓄水量却翻了6.7倍 来到1.24亿立方公尺 但是多的这些水又是从哪边来的呢? 答案一样是从其他地方取来的 日月潭水库的工程 在浊水溪的上游 河床最狭窄的地方 兴建了五戒坝来蓄积河水 再透过8座总长13.7公里的隧道 把水从浊水溪主流引到日月潭 也因此日月潭通常会被视为梨潮水库 不过梨潮水库本身的缺点也不少 如果没有像日月潭一样 在取水地另外盖五戒坝来蓄积河水的话 不管积水区再怎么大 可能多数的河水还是会直接流到下游 而且还要另外兴建饮水的设施 在管理上会比较复杂 所以在日月潭之后兴建 容量更大的水库 大多数都是把水坝 直接盖在主要的积水溪流上 让河水蓄积成湖泊之后就成为水库 像是翡翠水库 兴建在新殿溪上游的北市溪 石门水库兴建在大汉溪主流上 德基水库兴建在大甲溪主流上 曾文水库兴建在曾文溪主流上 兰化水库兴建在曾文溪之流后枯溪上 这种形式的水库则是被称为在潮水库 而优缺点基本上跟离潮水库相反 最明显的就是水库的上游 必须要维持非常好的水土状态 才不会一遇到台风暴雨 就出现大量的吐石冲击到溪流当中 导致水库面临淤积 进一步减少蓄水量的问题 最知名的案例应该就属 左水溪上游的雾射水库 又或者称万大水库 因为集水区内山势陡峭 而且地质又比较破碎 只要一有台风过境 淤积量就会直线飙升 再加上1999年的921大地震 冲动了上游的土石 使得水库的蓄水量 从1957年完工时的1.46亿立方公尺 减少到目前只剩25%的3682万立方公尺 甚至被揶揄应该要改名成土库 而虽然在潮水库的好处 是可以充分利用集水区里面的水资源 具有最大的调节水量效益 但是一旦集水区内 没有下雨的话 水库盖得再大 还是会面临到缺水的问题 像是全台湾最大的增稳水库 6.3亿立方公尺的容量大小 已经是接近日月潭的5倍 不过从1973年开始营运以来 只有在2018年出现满水位的记录而已 到了春天的枯水期 还是时不时会发生缺水的状况 所以从隔壁水量比较多的集水区 取水过来到水库里就成了另外的做法 也就是月遇饮水 这个名词在2009年莫拉克风灾之后 直接跃上大量的新闻画面 也有不少声音质疑就是月遇饮水的工程 造成小邻村灭村 进一步反对增稳水库 乃至于其他水库的月遇饮水计划 但是月遇饮水这项技术本身 真的有那么大的问题吗 其实在水库的两种形式里面 离潮水库因为主要集水区 不是落在水库的上游 本身就是需要仰赖月遇饮水 来获得水库需要的水源 从1930年启用的乌山头水库来计算的话 月遇饮水可以说是在台湾存在了将近百年的时间 而且除了离潮水库之外 历年来再潮水库的南化水库 同样会从隔壁的南紫仙溪取用河水 今年南部的缺水危机里面 来自南紫仙溪的水源 也缓解南化水库的供水问题 不过无论有没有实施月遇饮水 两种形式的水库 都会对生态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甚至是造成海岸线后退 所以近年对于水库的新建也是转为保守 缺水的问题只能改用其他方式来解决 你觉得台湾的水资源还能怎么利用呢 欢迎分享在留言区 也别忘记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并且把影片分享出去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